现在,社会向前发展了,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,有的人便不在节俭,不经意见造成了不少的浪费。 要知道,我们浪费物质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福报。 以下浪费行为,我们必须反观自查,有则改之无则加免。 尤其是以下说到的这些东西,浪费它们,就是浪费了自己的福报。 世人会珍惜贵的东西,贵重的东西难得,比如金银珠宝,就特别珍惜。 浪费便宜的东西,比如说米饭,以为容易得到,就不珍惜,轻易浪费。 要知道,浪费自然界的东西,更为损福报。 比如说水,有的人洗衣服,水都是花花流,觉得一吨水才几块钱。 或者去吃素食,米饭吃不完,就扔掉。 一碗米饭才几毛钱。 或者衣服,衣服很便宜,穿得不喜欢,就扔掉重新买过。 这个是误区,就是用钱来衡量价值。 无论多富贵,一辈子吃的粮食,用的水都是有定数的。 没有福报了,有钱也买不到粮食,比如六零年代,因饥饿而亡的很多。 那现在,没有福报,有粮食也吃不着,好比得了咽喉癌,因为这辈子的粮食,都是给他吃完了。 用水也一样,不要觉得水到处都有,像跑到甘肃等沙漠偏远地区,要用水就很困难。 浪费水和粮食,乃至能吃的东西,都不是几块钱的问题。 不要拿钱来衡量这些价值,人类要对自然有敬畏,一个水,一个粮食,乃至人类吃的,都是自然产生的,要有敬畏之心。 以前人把五谷看成有五谷神,水有水神,这就是要敬畏。 人类来到地球,什么都没有办法创造,都是用自然的,吃的用的,都是来自大地。 应该要敬畏。 人类现在善业在显现中,所以粮食,水都很便宜。 要是饿业献钱,粮食欠收,或者旱灾来了,你看怎么用钱来衡量这个米粮和水的价值。 没有金银财宝,不会饿,没有粮食人就饿。 所以要记得,这些养色深的粮食,水,蔬菜,都是上天的赐予,要珍惜。 人来到世界上,吃多少都有定数。 哪怕是百万富翁,还是乞丐。 只要命中带着吃的,都不会饿到亡固。 要是命中吃的没了,再有钱,也会饿到归西。 禅宗丛林,出家人晚上一般少吃饭,一来留些口粮给穷人, 二来也给自己留些口粮。 吃的一分,命中少了一分,那浪费糟蹋一分,命中就少了十分。 上天最看不过的,就是人糟蹋和浪费。 同时要教育孩子养成珍惜的习惯。 一,进餐时,把饭菜弄到了碗外,使得餐桌上有不少的米饭粒和菜渣。 对于吃剩的饭菜,再下顿便不再吃,毫不吝惜地将之倒掉。 二,洗点小东西,也大盆小盆地用水,生怕洗不净。 用过水后,还不随手关水龙头,让水白白流失。 三,为了赶潮流,把没用多久的手机便抛弃了,又换了新的。 衣服鞋袜也是常换常新。 不少的衣裤鞋袜还好好的,就被扔进了垃圾箱。 四,不用电视或电脑,也将它们开着。 在大冷天,人出去了,还开着电暖器。 到了晚上,不管用不用得着,把屋子里的灯都亮起来。 开了灯后,便经常忘了关,或索性不关。 以上浪费行为,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得到。 那些也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。 但我们却把这些给忽视了,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,以致造成了不少的浪费,还不自知。 其实,浪费的不仅仅是物质,而是我们自己先前所拥有的福报。 浪费一点,我们的福报相对就少一点。 日积月累,浪费多了,我们的福报就耗尽了。 那时,厄运就开始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了。 因此,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,一定要崇尚节俭,可不能搞铺张浪费。 三种性格命最好,拨种性格,可以收获命运。 性格通过影响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,进而对人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。 一个人性格好,命也不会差。 一、随和,我们都知道,上善若水,水虽柔,但能包容万物。 我们常说,百炼钢不如绕纸柔,道德经中说,福为不争,故无由。 随和的人就像水,看上去柔软,却隐藏着无穷的力量。 做人随和,说话做事,给别人留余地。 做人做事随和,不钻牛脚尖,别人才会对你有好印象。 有好印象,自然有好人缘,人缘一好,路就宽了。 二、简单,老话说,傻人有傻福,越简单的人命越好。 简单的人想的是少,对待一件事,一个人更专心,不会搞弯弯绕绕。 简单的人,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,只会遵从自己的内心。 道德经中说,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,想得越多,越算计,反而会越为生活所累。 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悟了轻轻性命,王熙凤事事算计,最终葬送性命。 简简单单的留姥姥,反而结局最好。 三、内敛,中国有句老话,枪打出头鸟,锋芒太禄,容易招致祸患。 驰而迎之,不如其矣,揣而锐之,不可长保。 锋芒太盛的人往往在言行上不注意,很容易伤害他人,而这种伤害也是一种树敌。 杨修因一句话而亡,就是因为其锋芒太过。 有文章说内敛,会让你成为一个从容、大气的人。 做一个内敛之人,守住口,保持低调谦虚之心,不刻意炫耀。 三、重德性福最大,德性关乎人品。 一个人肾磨都可以丢,但人品不能丢。 德性是一个人的风水宝地,德性好,福气自然好。 一、大智若鱼,大智若鱼不是愚笨,而是踏实。 这种人从不投机取巧,他们欲试会下,笨功夫。 但就是这种笨功夫,给他们带来了福气。 现代社会讲求,快,在快节奏下人,也变得浮躁。 当所有人都只中结果,不看过程时,那些踏踏实实,一步一个脚印,把过程做好的人,反而能够脱颖而出。 《道德经》中说,圣人厚其身而身陷,外其身而身存。 非以其无私邪。 大智若鱼的人,从不在乎苦与泪,也不计较得与失。 你默默开放,自然能有清风为你而来。 二,沉得住气,有时候,成功与失败,往往在一线之间。 做人要沉得住气,不要意气用事,争一时小利。 《道德经》中说,生而不有,为而不是,功成而不拘。 做人做事,沉得住气,别害怕寂寞,别害怕失败。 有时候,你离成功只差一点点。 遇事不慌张,人一慌张,就容易心浮气躁,容易错误选择。 情况越紧急,越不能浮躁,要稳住慢慢来。 遇到烦躁或不顺心的事,不要发脾气,沉下心,让是在脑子里过三圈,冲动之下容易酿成大祸。 三,尊老爱幼。 尊老爱幼,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品德。 倘若一个人,连尊老爱幼,都做不到,人品自然也值得怀疑。 《道德经》中说,六亲不和,有孝词。 每个人都是从孩子长起来的,每个人也都会有老的一天。 你尊老爱幼,当你老实,才能得到别人同等的对待。 笑是最好的风水,一个人连孝心都没有,对父母孩子都不能付出真心,你又怎么能指望他对别人付出真心呢? 没有了尊老爱幼之心,丢失了人最起码的品德与良知,又怎么能有福气?